好另外讲到了民进党总统和立委初选提名方式 终于是在临时全难会中是敲定 党员派大战民调派 最后就以这个党主席蔡英文领军的民调派大获全胜 但是过程中火药味十足 甚至呢有党员冲上台 还对蔡英文呛瞎抢麦克风 要他退还党费 而党员派的王实惠他还决定说 他说就像李婉玉轻松得到了高知名度 民调一定赢嘛 但是他辛苦经营了25年 却差点就死在李婉玉的群子下 拼民进党总统和立委提名初选办法 当冤派搬出已经被开除的李婉玉 我们新北市市议会 党团在选举的时候 竟然有人回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家 那又是普通的 漂亮耶 大家都欢迎的 高兵丛选的 人一直来就说 哦 跟我们立委曾经有过 怎么样我不知道 虽然李婉玉靠的不是征本礼 同个选区的王淑慧显然很有感触 苦水吐不完 我这个郝酸人一来就九八十八 我这个老女儿拼了25年了 他在什么CAE的 他在什么关卡 党员派立战蔡英文主导了民调派 民进党林全会 乘客轮站五小时 还有人激动的要抢蔡英文麦克风 但这一票投下去 民进党游戏规则底定 民调派大获全胜 总统提名 如果需要初选 民调定胜负 区立委也是采民调 只有上届选区得票未打42.5% 由主席提名 部分区立委不用初选 由蔡英文组提名委员会提出人选 民进党拼2012大选 总统游戏规则底定 民调定胜负 苏叶昌和蔡英文的角力战 正式开打 这是王兄弟家与台北 采访报道